请问鱼肚里面有垃圾会经常出现吗 大概100只会有5只左右 其实从数十年前开始 鱼肚里出现垃圾已经不稀奇 一切开竟然有宝特瓶 塑胶袋 吸管 还有瓶盖 屈尾十足又充满意涵的海洋教育创意小主播竞赛 看见19间学校参赛学子化身成小主播 小记者甚至是学者 摊贩 敬摊者 进行主播台与现场的连线报道 揭示了各种海洋污染问题以及严重性 从废弃塑胶污染到石油泄漏 从噪音污染到敬摊的自我省思 每一份报道都充满了学生们的心血和智慧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让孩子在准备的过程中可以去关注海洋污染相关的议题 那并且提出他们的见解 成功提升学生对海洋环境保护的认识 国小组优胜是来自和平国小的和平梦想队 以废弃塑胶污染作为报道主题 亲师生三方通力合作 因为我们家是开海产店的 所以我们对这方面的议题特别感兴趣 平常就在家里跟小朋友这样子看新闻的时候就玩游戏这样 我是负责道具支援 那妈妈是负责那个彩排 我们的家长愿意配合展现出和平国小的亲身合作的结果 另一组特优的获想者拜扶国中海波浪 从金融丑镜公园布袋连与垃圾污染作为开端 延伸至全世界的海洋污染垃圾状况 海洋议题我们花了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来找寻题材 从小就是有比国语朗读 然后我们对于朗读这件事情也蛮喜欢的 所以我们在练主播这件事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 经过这次比赛我们对于海洋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 自己所关注的议题当中学到更多关于海洋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解决办法 借游竞赛增进学生对海洋污染问题的认知 那明年要更进一步的就SDGs的一个气候变迁 让孩子能够关心这国际的议题 当世界公民能够与世界接轨 努力朝向永续城市迈进 海洋教育创意小主播竞赛 唤起大家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及责任感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